主持人 诸位法师 诸位菩萨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下午很高興又再回到了基金會來 為什麼說回到 因為在疫情前 我也曾經在這裡上過一段的課 所以說後來因為體力的關係 那麼交給弟子們接棒 所以今天又能夠再回到基金會來 來見見諸位來跟大家談談佛法 可以說是心裡非常的高興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當我們已經變成了影法年老的時候 面對著我們老年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如何去面對它 如何做到真正以佛法來安住我們的身心 這是一個人人都免不了逃脫不了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想想 我12歲出家 然後一轉眼 60年已經過去了 那麼當年我如果在南洋街這裡的時候 也才是21、22歲 那時候上進下空長老 也就是我的老師 那麼正在這裡講這個金剛精 然後是在一個飯店賣完了餐以後收拾起來 然後在那個最簡單簡陋的地方 開展了老人家的這個經典的傳授 所以說一晃幾十年過去了 老人家也離開了我們好幾年了 但是老人家的遺教 老人家的精神 老人家的厭力 永遠存在我們美人的身上 尤其是我們這些深受他教導的這些學生們 無時無刻 不是面懷著老人的這個遺志心願 然後感恩他對我們的教導 老人家在我們上課期間 雖然教的只是為事 但是大部分跟我們講的都是念佛法門 尤其是他自己親自帶領大家 然後怎麼來念佛怎麼來精進怎麼來用功 甚至於最先的時候只有七八位十來位 全部是出家人一起這樣念一起這樣精進一起這樣用功 然後把台灣的這個念佛的這個法門 念佛的修行能夠遍及於全台灣 甚至於弘揚到全世界 當然尤其中國大陸更是遍地開花 所以說老人家的這個精神艷麗 聽到我們耳中想在我們心裡 我們真的是五體投地 到今天我還在想 我怎麼能夠把老人家的這樣的遺志 老人家的風範 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去傳承下來 也把它或多或少的把它表達出來 然後讓老人家的精神生命 永遠跟我們同在 所以今天回到這裡 也是在老人家的這個佛光普照之下 把它給我們的這個愛 給我們的光環呢 再度的把它呈現出來 來跟各位分享 所以時間過得很快很快 幾十年一眨眼就過去了 我已經也超過74歲了 所以說年齡不是問題啦 重要是心態 你的心態怎麼面對著你的老年的狀況 那才是最基本 現今的人那麼可以說是 雖然在現在的科技物質 各方面都這麼發達 看起來應該比這個我們的父母輩 甚至於主父母輩應該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快樂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耶 為什麼 因為物質的豐盛 並不能替我們帶來精神的一種安定 精神的一種美好 所以說其實 縱然你兒孫成群 可是面對著你老病的狀況 你也只有自己承擔對不對 兒孫縱然吸錢 歡笑縱然是很照顧你 可是他也替代不了你 所以只有自己去承擔 那你再多的錢財 再高的權勢 面對著你的衰老 你的疼痛 你也是一點都沒有辦法 那這樣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唯一的 就只有在佛法的修行上 能夠真實得利 當然世間的人很多人 他也可以把他的老年的生命 那麼安住在一些他們認為 值得去追求的 例如說我們儒家講的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有很多人也是在這上面 去努力去進行 所以他們的晚年生活過的 也覺得是蠻好的 但是事實上 永遠他們內心裡 都有一個解不開的問題 那是面對著死亡以後 究竟有沒有來生 面對著死亡以後 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你就是再大的儒者 有什麼立德立功立民的人 他面對著這個問題 他也是無解 所以面對著這個問題呢 只有佛法給我們有最真實的 這個教界最真實的教導 那佛法如果說只是在我們平常的到寺廟裡面去拜拜 燒燒香 參加一些法會 或一些共修 或者聽經 或者念佛 看起來好像也是在清淨佛法 在學習佛法 但是這樣的學習這樣的清淨 是沒辦法得到真實的力量 真實的力量是佛陀告訴我們 人人本據各個不無的妙境的清淨心 也就是佛心佛性 是人人本據 不管你是用念佛法門 還是用參禪的這樣的去參悟 也都是要見到佛陀這一句話的真實 在你的生命裡面去呈現出來 所以說如果像我們講敬老 跟我們講說念佛念佛 早期我們也跟著這樣念佛 但是往往在佛期裡面 好像可以念得心比較安定 比較自在 比較能夠有利 好像一些苦一些煩惱 也能夠多少的消除 可是當我們又回到世間紅塵 回到我們的家庭事業種種問題 我們又發覺單靠一個念佛 就是你花再多的時間念佛 可是怎麼那個效果不僅是減了 而且發現念久了 那個真實的力量怎麼去產生說去體悟到說 你自己的心就跟佛的心是一樣 是清靜的是美好的是光明的是自在的 是解脫的 怎麼會念了幾十年 那麼自己還是體驗不到受用不到 甚至於面對著自己老病死的時候 自己還會懷疑我到底能不能到西方 我到底能不能真正的 離苦得樂究竟這個安樂呢 你自己都沒辦法給自己一個真實的答案 如果是這樣 這樣的修行就只是表面的 只是很淺的 只是很淺的 很淺的表面的 只是暫時能夠治療 我們的一些比較淺顯的一些煩惱 或者痛苦或者不安 但是深層的生命的一些問題 我們永遠都沒辦法真正去面對 真正去解決 打坐慘慘也是 有的人坐在那邊像一尊佛 也能夠坐得如入不動 可是看起來心很安定 身很安定 可是那只是外表的安定 他仍然沒有真正的參與他 自己跟佛無我無別的清淨的心 所以說如果修行 只是在很淺顯的表面 那麼不管是你從經教義理 或者是念佛或者禪修 其實都只是一時的表象 那沒辦法解決我們所謂 老年以後如何安心 做到究竟的安心 要達到究竟的安心 不是只有在老年的時候努力 其實要從你一接觸佛法 開始認真佛法的時候 就要真正的明白佛法 然後知道怎麼切實的去下手用功 所以說如果我們做的這個行 不能夠跟解 解形不能夠真實的相應的話 那你所懂的所了解的 在你自己生命的業障來臨的時候 一切痛苦來臨的時候 煩惱來臨的時候 你往往都身心做不了主 你只能跟著業障跑 如果這樣的時間 越來越多 機會越來越多 你甚至於對佛法的信心 也會越來越沒有 所以說入手下手 一定要有三知識 要有真切的佛法的指導 然後我們真切的從身心上去下手用功 這才是最究竟的 否則如果我們講說沒有得到三知識的指導 你只是在表層上面的努力 不管是精教還是修行 其實所得的功效都是非常非常淺 所以淺的話到了你遇到真正的防腦病痛 老年還有種種一切的時候 你就身心不安 所以說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如何在老年做到真正的安心 唯一的一個方法就是真正的下手 就如同這個水果師廣青老告訴我們的 老實修行 老實念佛 西雲老告訴他弟弟子要老實修行 廣青老告訴我們要老實念佛 就除此之外是別無二徒 那怎麼老實 怎麼念佛 怎麼慘慘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稍微來說 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從這兩個行門去下手 然後達到自己的生命有真實跟它的相應的話 你永遠內心是不能夠真正安定的 因為要得到佛法真實的受用 你首先就必須在解跟行上面有徹底的體悟 解就是從經教義理的深入 深入不是只是當做教理的研習 或者只是推敲或者是歸納或者是了解而已 而是要真正的能夠回歸到你生命裡面來受用 來感動 也就是說你在經教義理哪怕看得再多 只是像世間的那些知識者 那麼對佛學研讀成為專家 或者像歐美的一些漢學家對於佛學的東西 也能夠有所體悟 可是這些都是非常淺 如果沒有從經教裡面達到 所謂的真正深入經障的三昧 然後大開言解的話 你自己本身的無史以來的 所謂的人我見 也就是說 這些的這個我見我慢我愛我貪這些 你沒有真正轉化提升 你根本都沒辦法達到 達到說你如何做到 時時刻刻的都是心安 都是自在 都是光明圓滿的 那麼看經 如果說我們真正的能夠 把經典義理匯歸到我們生命裡面來受用 你就可以像智者大師 當他看到這個華經的時候 看到這個菩薩捨身來供佛 他那時候就發起讚嘆 說視精精進 視明真法供養 聽到 他就感受到說法華經 這個菩薩的這個 把自己身體包裹起來 然後當作油燈來供佛 那這種的精神多麼偉大 多麼了不起啊 所以從這裡他深入到說 真正的對法的供養 不是只是說我花更多的時間去研讀他而已 去念誦他而已 甚至於我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自己要讀書要一些經費 我的同學非常好 他打電話給我說 法師法師你可以利用一些時間 每天送個這個金剛經 地藏經 然後送好了把它寫起來 說我今天送了幾部 然後呢有機師會要這個什麼 要想消災起伏的 然後法師你就可以把你那個 送過的經呢轉給他 然後他也可以消災起伏 例如說金剛經一百三十塊 地藏經一部有山中下大概六十塊 那這樣我的經費就有 就可以讀書啊就可以生活啊 可以看病啊什麼這些 我自己一想 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那不是在販賣經典嗎 那這樣子就有效嗎 所以那時候我聽到了 我雖然很感激我的同學給我這個消息 但是我沒有做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經典 不是突然給人家送 只是給我們說送了多少部 念了多少就有什麼功德 就有什麼利益 所以你看錯誤的觀點 使得我們在修行上 是不是會以錯誤的認為是對的 所以有很多人每天說要念多少部 然後有什麼功德怎麼樣怎樣 甚至於在祭教的時候哪一本經 哪一部經的功德更大 哪一個咒的功德更大 甚至於哪一個念哪一個佛號的功德更大 你看這個叫做什麼心 這個叫做生滅心 叫做生死心 叫做祭教的心 如果學佛用生死心 用計教心 用生滅心來做為發心的這個基礎 就是唯本因地啦 就是你的本因地的發心 竟然是以說我念哪一本經的功德更大 我念哪一尊的佛號更殊勝 我甚至於念哪一個咒的咒語更靈驗 你說你這個心是叫什麼心 生滅心嘛對不對 計教心嘛 那這樣的心來學佛 你能夠以生滅的心來求那個不生滅的那個果 相應不相應 當然不相應嘛 所以一開始就錯 但是我們沒有人告訴我們 因為經典告訴我們說 怎麼送有什麼功德 每一本經都這樣 所以我以前也問我施工 我說施工哪一本經功德最大 然後我要去念哪一本 我施工聽了就笑一笑 也沒有回答我 你說哪一本經最大 哪一本經功德最大 每一本經功德最大 但是你只要用我們的平等心 真誠的心 執心那麼去用心去努力念 哪怕就是一句佛號 一句咒語都是有無限的偉大 聽懂嗎 所以這個就是誦經 誦經相應到我們自己的清淨秉心 然後能夠棄除掉我們自己的錯誤 像我剛才講的那些錯誤的知見 然後真實的體悟 這個就叫做真正的慧解 慧解的話就可以像智者大師 你看智者大師 不僅是這樣體悟 他馬上進入見到 說釋迦佛陀的法華會上仍然在靈鳩山照常在講 而且他也見到自己去聽經 他也見到他的師父在座上 然後聽完經回來 見到他的師父 他師父就講對 他說你這個境界 除了我能夠跟你證明以外 也沒有別人 因為你說 要能夠自己見到自己說 去體悟陀陀的這個法會沒有斷 還在講 甚至於見到自己 還有這些諸大聖人在一起 聽經聞法 這個因言都殊勝了 結果他師父證明以後 我們這位智者大師 大開演講以後 辯才無礙 他一記廟法連換 這些廟字可以講九十天 聽懂嗎 九十天講不完 就一個廟字 所以說你看多偉大 然後我們近代的 泰西大師知道吧 這麼了不起 他也是在葡萄山閉關的時候 看大仗軍 尤其是看到波羅 大波羅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就明明聽到前世在敲 敲什麼 止息的鐘 聽懂嗎 我們出家人睡覺 不是看那個 那個手錶看什麼 是我們有 鐘鼓會齊名 聽懂嗎 這個聽到止息的鐘 他想 已經大眾要睡覺了 那我們出家人 晚上止息的時間 大概是九十點 對不對 結果他繼續看 怎麼覺得沒有多久 怎麼就聽到前世在敲什麼 在敲早上起床的鐘了 那我問你們 鐘都是要敲 早上先敲鐘還是晚上先敲鐘 鐘鼓啊 知道不知道 有一個成語嘛 晨中目鼓嘛 聽懂嗎 聽懂嗎 早上是先敲鐘 那敲完鐘以後 會接著鼓 鼓會打神通也是很久 然後你要從各個療房 要進到大殿去參加這個找課 聽懂嗎 那晚上就剛好相反 那晚上就剛好相反 先打鼓 聽懂嗎 打鼓打完 那麼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大德 唸那個鐘聲劇有沒有 那個鐘聲劇敲完了就是大家都要睡覺了 一面唱喔 那個都一面唱一面拜 所以說他就聽到好不殊勝啊 然後怎麼會這麼快 晚上最少最少在寺廟裡面也有四個小時的休息嘛 對不對 就是說你十點 然後早上有的地方是三點多 有的地方是四點 那總之都也有四個小時以上 怎麼會這麼快 為什麼 因為他進入了經障 深入到經障已經渾然身心跟他合在一體了 所以整個大聖的剝弱的喵意 跟他的生命融合成一體 所以你看 他一看完經以後 也是大開眼睛啊 寫了多少多少的這些東西 講了多少的這些經教 然後對我們中國近代的佛教 那種的幫助 那種的利益多麼偉大 所以說你看 看經當然也可以 可是要看到這樣的程度 才能夠真的怎麼樣 才可以真正對峙我們自己 無時以來的顛倒妄想的執著 也就身見邊見 借見我見這一切的五歷史 就五種的這個煩惱 那麼我們就講說像這個是屬於 我們講說是屬於看經要這樣 那念佛呢 念佛你們要念到什麼程度 念佛不是這個佛號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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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到甚至於說耳朵也聽得到 甚至於靜下來的時候 好像耳朵也聽得到佛號聲不斷 然後身心也覺得很安然很自在 很安詳沒有煩惱沒有這個 一切的這些的不好的東西 身心很自在很安然 我告訴你 這只是念佛的出擊受用 聽得到嗎 也只是代表你很用功 但是這個用功 還只是在很淺的受用上面 像這種 如果你有去參加佛契這樣的用功 已經自己就會覺得說 念佛很舒適很難得了 我曾經跟上主下人老上 打過精進佛契 他的精進佛契真的是要人命 一天要磕大頭 就是拜啊不准牛普團 一千五百拜 然後九支香每一支香都是一個小時以上 晚上連休息 進那個宿 進那個我們講療房去睡覺時間 都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因為你每天一千五百拜一定要教 沒有教完你就一定要 要補上來 所以個個都不敢睡 然後連洗澡我告訴你 都是洗戰鬥澡 反正是夏天 衣服脫下來就擺在地上採 然後採好了 凝乾了又穿上 为什么 因为进大殿不到五分钟 马上海清跟里面的衣服全部湿了 站在那边一个 阿弥陀佛神经是还没有念完 底下已经是一滩水了 每一个人几乎都这样 然后不要讲说是 止静的时候是东倒西外 因为大家都太累 就是连那个绕行大家都可以睡觉 我自己也是体验到说 怎么这么奇怪 以前听过老兵说 这个行经的时候 说可以一面走一面睡觉 那骗人的 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 我跟主人老打残屈的时候 打佛屈啊 累到我们很多人 真的是一面走一面念佛 然后还可以一面睡觉 好神奇 不会去撞柱子 也不会去撞墙壁 也不会去撞到前面的人 到现在我都想不出 他究竟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子 你说念到这样子 真正的功效让我在那边前后走天 我会顶多达到这样 像说没有第二个假念 觉得身心很自在很安然 但是如何体悟到说 心即是佛 佛自是心 心佛不二 因为我们这个净土的法门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大本的欧默帖之音里面 就是讲我们的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听懂吗 然后甚至于在 能源经里面也讲到 真正的念佛要用什么 就是耳跟言通的观音 还有大四字 像这些法门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粗浅的介绍一下 说念佛真的要怎么样去念 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气入 然后如果你气入相应 刚才我讲的看经到大开眼睛 那你就这一辈子 不管你从年轻到老 你都不会再颠倒 对生死也不会再恐惧 那你也不必担心说 晚年我年老这么病痛什么来了 怎么办 不会 照常很自在的安然接受 身无病脑 心无贪恋 真的就是这么自在这么安详 我等一下再进一步跟大家讲 那如果念佛 你用大四字 这个义佛念佛 还有观音法门的耳根 还有用上我们讲说 首先就是要知道 心即是佛 从这里 这里都是大圣的教点里面讲的 听懂吗 我们的大圣教点 不管是净土 还是这个剥弱还是说哪一种的法华 或者华言的都是在讲明我们 人人本继的各个的真心 听懂吗 所以说如果你的修行没有相应到你的真心 你任何的法门的修行 都只是心外求法 听懂吗 都受用不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 跟这个主人导念到这样子 我觉得很受用很好 很高兴 甚至于要解期 回到山下来 我都觉得好舍不得 如果能够继续这样多好 可是这个功力只持续了半个月 然后慢慢那个念佛的 那个念佛力就退了 身心就开始怎么样 比较多一些烦恼杂念出来 然后甚至于渐渐的就回复到原来的很难做主 听懂吗 常常都被这个妄想杂念烦恼 那带着这个怎么样 很痛苦 不要说等到老年 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那自己就会想 奇怪 念佛念得这么认真 那这个法门如果这么好 为什么我在平时的操作的时候 我就不能够再让它呈现呢 这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难道一定要打气 大家在一起这样 没日没夜的这样用功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点功夫吗 那如何是在我自己平日之家 或者是上班上课 任何时刻的时候 我都能还用上这样的法门 能够绵密的相应下去呢 为什么这些大德都没有教我们呢 只教我们就是什么 一昧的念念念念念念 不要打妄想认真 认真均均均均均 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等到这些其他的条件因缘一切少了以后 我们怎么自己也掌握不住了 你照常念佛啊 你照常是在拿着属诸认真的念啊 可是那个成绩 那个效果就好像差了很多 那是什么原因 那一定是什么 你听得知道你的修行的下手的方法不对 听懂吗 才不能够像一些大德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很短期里面就受用 而且不一定是每次都是欺压 然后像我们产产也是 如果只是一曝谷坐在谱团上面 坐得身心如如很安定 很自在 那个功夫也已经要很棒了 为什么 因为一打坐下去看你 说坐在那里如如不动 首先你要克服的就是你的腿痛 那腿痛真的是要人命啊 尤其跟我师父打气 你稍微一动他的香板就供养下来 打得噼里啪啦不是你被打 你被打就是还不会觉得很痛 因为香板打不痛 那个香板打在别人的身上 你吓到的时候那个 那是更可怕的 听懂吗 那你随时都不知道那个香板会落在谁的手上 谁的身上 听懂吗 所以你那个紧张程度都是风景的 腿又痛又不敢动 哇那真的是苦啊 在那边熬 那你说熬完了腿比较好 那个妄想杂念又来了 昏尘又来了 又挨香板 所以整个妻都好像就在被打被骂 在那边地域里面受苦 觉得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餐禅有用吗 还不如我花点时间去看经 对不对 或者去拜佛可以消夜这样 坐在那边 坐得像呆瓜一样 然后烦恼又这么多 又这么痛 所以觉得体会不出来说打坐 餐禅有什么作用 可是佛经明明告诉我们 修行最重要就是要定慧 计言 对不对 定慧都要计足 这样的修行才是 真正的最对 最好 所以说坐在那边这么苦 那怎么办呢 也是方法不对 听懂吗 方法不对 你只是在跟腿打仗 在跟你的心的妄想杂念在打仗 永远打仗都打不完 只要你一口气在 你这个战争就永远是无止息的 不要说是你 连六祖都讲 六祖说有一个人说 我能够不摆失量对不对 意思说他坐下来的话 他就没有任何的这些 意识的这些活动 失量乱想 所以他能够断摆失量 那六祖一听到说 这哪是真正的修行 这哪是功夫好 这哪是证悟 他说我不断摆失量 听懂吗 妄想怎么取或者什么失量 都是正确的 都是对的 我们常常打招都认为 最好一坐下去什么 就是如如不动嘛 对不对 然后都没有什么昏沉 没有散乱 没有妄想 一坐下去叫入定 一定最好三天五天再出来 那再出来人家就 哇不得了 这位 禅师一坐下去 这么多天才起来 然后呢 慢慢的就想 这个禅师可能有神通吧 因为定会产生神通 哇就马上就这位禅师就怎么样 越来就越聪明了 所以你看 禅禅你会打坐 你就不得了 你看我们广千老 他一辈子我都没有听过他讲过一部经 可是他只要坐在那里 然后只叫人家老实念佛 我告诉你 我曾经在他的道场为了读书的时候 我去赶过金站 在台北的也有 到南部的去也有 尤其是七七十九天 每天看着老人家 从他的房间走出来 被驮得要命 然后慢慢走 走到我们诵经堂 看我们 然后跟我们挥挥手 然后有时候停下来看看我们 然后他就又走到他自己 见客的地方 然后见客的地方 就坐在那里做什么 讲的难听一点 是叫睡觉 他老人家很驼背啊 听懂吗 就是一直下去 然后谁来拜他谁来什么 他都从来不成离产 然后他前面就放一个大箩筐 然后信众很高兴看到他 就如同秘宝老和尚长老讲的 只要法师长老你坐在那里 这样的东西就传得下去 陶老人家坐在那里 人家拜他他也不知道 也不动 人家供养他他也没有动 然后想着那个楼子一下子就满了 又换一个又换一个 我自己一直在想 我说七七四十九天送下来 也没有他半楼子的多 但是能够怪什么 人家定工好啊 坐在那里 什么都记住了 听懂吗 所以要消业障 业障也消了 听懂吗 所以老和尚年岁这么大 甚至已经要入灭了弟子的时候 老和尚你还不可以入灭 你的宴兴还没有完 因为你还没有办过山坛大戒 你还没有办什么 没有办水路大法会 他还听了对啊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在山洞打坐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魔来考验啊 什么时候 就发言说要做一个水路大法会 然后他出家以后就 根本没有在师父的身边报过恩 听懂吗 都是去苦修 然后等到大陆一变色 又跑到台湾 所以对剃度的恩师 还有自己的父母都不承包过恩 所以他自己的发言要办一个山坛大戒 都是在他修行的时候 手发出的业 所以当他病得已经很严重 该要往生的时候 那个弟子里面一说 结果他宴兴一起 说好 那我把这个办完了 果然 他又多活了好几年 然后把这个都办完了 所以说 对于这些大修行人来讲 一些病痛老死什么 从来都不会在他们内心里 产生任何的障碍 听懂吗 真的是 你像拿我的师公来讲 七十岁往生 他让人家往生更是神奇 因为真的是无疾而终 我们每天晚上老人家要睡觉前 我们都会问 尤其是煮饭的 会问说 师公师公 你明天早上要吃什么 听懂吗 他有时候要吃烧饼油条 有时候要吃豆浆 有时候要吃米饭 有时候要吃面 不一定 有时候不吃 因为他会去下山去到台北市 办一些事 所以那一天我的师兄就问 师公你明天要吃吗 他就说明天 明天不必煮了 我不吃了 大家觉得很正常 就下去 那么等到八点多 我们一般都会再上楼来看 跟师公 就是我们会有成婚定醒 知道吗 什么叫成婚定醒 就是当我们做小辈的 在老人家要睡觉之前 我们一定都要再上去 问候医生 然后问老人家有什么事 然后老人家说没有事 才可以下来 当我们八点多上去的时候 老人家竟然就坐在他的沙发椅子上 就走了 所以我们就想 他一向身体比我还好 他从我们北头 市里这样走走走 可以走到阳明山又再走下来 根本都不必坐车 也没有山高 也没有心脏病 也没有什么 只有 只有香港脚 香港脚是特别为我而生的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每天晚上都 都要我去戳他的香港脚 然后还要戳出 那个浓浓的 他说月体出来 还叫我拿来闻说香不香 然后我问他老人家 你为什么不用 那些香港的 治香港脚的药膏 抹一抹就好 他说香港脚就是里面的丝病 从借脚出来 所以不可以治好他 一定要让他香港脚 然后每天还要戳他 把那水戳出来 那就是我的工作 每天都少不了 你不知道那有多恶心啊 我告诉你 所以说我做小沙咪就是这样 可是他就这样走 我们就讲就这么自在 生无病苦心无贪恋 所以连一些老上都会这样讲 我们一直以为说 东老人平常也没看他怎么真正的实修 听懂吗 因为他也不标榜常修 他也不标榜念佛 他的寺庙一年到头都是门关的 也不办法或也不什么 都认为他除了写写文章以外 大概也没什么 哪里知道他可以这么安详的走 所以这些包括难听老 乐观老什么他们都讲 真的看不出 这个就叫做末的功夫 听懂吗 不为人知的功夫 修得多好啊 然后看看我师父 我师父刚好跟他想法 晚年的时候病痛不止 但是我们以为说病痛不止 那么就是一个修行人 没有功夫的现象吗 绝对不是 因为老人家正用他的这样的视线 来告诉我们 生老病死苦是人人都有的 听懂吗 就是身为出家人 也依然要面得对着他 但是你的生命如何呈现出 在这生老病死苦的当下 得到自在 听懂吗 这一份的自在 这一份的安然 然后不为这个病苦所 这个击败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力量 听懂吗 就像我们佛陀 我们看的大生经典 大部分都没有记载 佛陀的病痛的这些的 一些记载 但是小圣的使专里面 经常都会记载 释迦佛陀在老年的时候 同樣是病痛不斷喔 所以他常常需要阿南替他來按摩 按摩就使他的筋骨能夠比較自在 然後我們就講 例如佛陀最後接受 唇陀最後的供養的時候 是不是吃壞了肚子 那其實就是血力就是一直拉不斷 一直去到他入滅的過程中都是如此 然後當他吃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馬上知道本來佛陀沒有吃完的 是不是會分給弟子們再吃啊 佛陀就禁止說這個東西不要再分下去 然後就地掩埋還要掩埋為什麼 因為怕動物會跑去吃 那春頭當然也不是故意要來害佛陀 只是他採的菇是毒菇他不知道 菇類很多有毒的喔 一吃到了就問題就大 佛陀就這樣沿路一直走到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入滅的那個霜樹底下 然後一整路都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佛陀有沒有任何的厭怪 佛陀有沒有被病苦打敗沒有 所以我師父也是一樣 當他得到這個腎病割掉一個的時候 又有一個已經接受洗腎 然後醫師們要安排替他換腎 換腎很不簡單 要排很久不見得排泳 但是人家想辦法要替我師父可以事先拿到 但是我師父都拒絕 甚至於跟醫生講 父母給我的這個東西 我能夠使用多久我就使用多久 聽懂嗎 我照顧他該看病該怎麼做 洗腎我照常洗 但是我絕對不換 更何況你讓我事先換的那些黨的人 不是又慢了嗎 他說不能因為我是出家人 我是個有名的法師 我就可以怎麼樣 先佔據這個名額 所以連那一生都很感佩 這個就是你看 生死對他來講根本都很自在 所以我在跟家師打妻以前 就是打妻的過程中 自己還沒有真正體悟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師父 因為我是做試者又做奸相做什麼 全部都除了主妻不是我以外 其他大概也都是我要做 因為師父坐下就我一個弟子 所以我每天大概三點半就要起床 我自己要數學啊 四點要打板 聽到嗎 當我起床的時候 我首先看到師父的燈 就已經是亮了 然後進去問候 看到師父已經浮桌 又在繼續寫他的東西 所以表示三點半之前 我師父就已經醒了 我甚至於在推想 師父到底昨天晚上有沒有睡覺 我都不知道 因為每每當我十點打這個止息板的時候 我又會打完了上師父的房間去 這個就是問安 師父又繼續在寫 我雖然是在他的隔壁房間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師父什麼時候休息 然後白天他也是跟我們每支香都參與我們的這個修行 每一支香就會指導我們 甚至於打啦罵啦什麼之類全部都來 那個耗費精神體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一到中午休息吃完飯的時候 他就要叫中醫師來推拿 不然就叫西醫來調點滴 他才有辦法維持 然後每一次打完禪七 他最少都要倒半個月以上 以前我自己沒有主七過 不曉得 後來主七過了以後才知道真的 因為對著禪重每一個人的修行身心狀況 你必須要親注全部的身心力量去關照 聽懂嗎 不是像我們上課這樣講啊 你聽懂聽不懂 稍微關注一下就可以 禪修是要注意每一個人的身心的變化 甚至有表現出來 沒表現出來 主七其實都可以體會得到 你每一步都要 不敢講是緊迫地人 每一步你都要能夠掌握得住 聽懂嗎 所以裡面常常的禪重任何的變化 對主七和尚來講他都是一清二楚 所以那個體力的耗費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每當師父這樣子的關照大家 我心裡就會想 作為一個出家人 師父的名氣也這麼大了 他是中國第一位博士的得道者對不對 他也是我們中國有一個一百個海外邪人 他是裡面唯一一個和尚 所以那時候的電視新聞 全部都是以他老人家為重點 因為不管是去見總統去拜訪誰 老人家都是第一個 除了只有什麼去看山景演習的那個 那裡面我師父沒有去聽了嗎 才沒有那些鏡頭 否則所有的鏡頭幾乎都是有一個光頭和尚 很特殊的 那麼而且在美國也是這麼出名 那我就在想 一個這麼出名的人呢 他名也有了 他要錢嗎他也不要錢 聽了嗎 一向失誤就不要錢了 那他為什麼能夠把他的生命做如此的使用 如此的花費 人家是一頭蠟燭點著上頭 他是兩頭點 我甚至想他是好幾頭點耶 從來都沒有看到他休息的時間 總是為眾生這麼奔波 然後我就在想 他的力量到底來自於哪裡 一個人不求名不求利 不求為見屬不求為任何的東西 那他無所求為什麼能夠這樣的 做到這樣子的罰心 我自己那時候常常在想 是什麼力量 是什麼樣的這樣子的一個 內在的一個真實的生命 讓他能夠毫無所求 然後毫無保留的這樣做 然後在師父的身上 我好像又看到我在佛學院的一些 七八十歲那時候的一些老教授 對我們的那些教導 因為他們也是非常認真的 非常用心的不辭辛苦的來教導我們 然後跟他們在學校 因為大部分這些老師都是住在學院裡 我們看到他從來不會為著 因為大部分都是孤家寡人在台灣一個人 然後也不會為這個 我們講說佳節什麼變化什麼那些 心情有起伏有好壞 然後常常就是這麼安樂 然後常常對我們學生就是 都是如同自己的子女一般的觀照 尤其是對海外來的 那我也會想 到底這一份力量從哪裡來啊 這些居士無所求的 因為學院也沒什麼經費給他們 那他們也就僅靠他們一點點的退休金 然後孤家寡人的住在宿舍裡 然後在學院裡 這種的精神這種的力量從哪裡來 我們一般人什麼幾乎都擁有 可是我們都還是有這麼多的煩惱 這麼多的痛苦 這麼多的情緒變化不安 那這些人從哪裡來 為什麼能坐到這裡 所以當我看到我師父這樣的時候 我真的就問 然後後來我師父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已經都是要洗腎 就是一傷無要洗腎 可是當他在法古山舉辦 七七十九天的時候 他一傷無洗腎 二四六就趕上山上 為我們禪仲來開示什麼 六祖談經裡面的道理 所以每每當師父從電梯走出來 我們幾個弟子就是在門口等 我就看著師父還要兩位師兄比較高的 撐著他的這個 這叫什麼 夜下 夜下 這樣子拖著他來 然後等到要進門 就是當他一轉大殿的這個禪堂的門要接 他就把兩位師兄的手拖著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走得非常辛苦 走到他的藤椅坐下來 然後用那非常微弱 不像以前聲音很無量的聲音 然後用慈悲的眼神 當然那眼神也沒有像以前的光彩 全部先看我們一眼 然後才開始 所以在那時候 當他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當他的眼神接觸到我的時候 我的心裡真的好像在流血一樣 我很感動 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我說一個人病到這個樣子 年紀也老到這個樣子 世間人 我們會不會對這樣的人有所祈求啊 他退休大家都覺得很正常嘛對不對 應該好好提起養老很正常嘛 可是老人家跟我們講 身為一個出家人 沒有所謂的退休的時間 身為一個出家人 他的生命也不再損他自己 那他在這病痛的煎熬之下 他有沒有覺得 病痛對他是個傷害呢 沒有 我跟大家講 真的只要你在 不管是念佛 還是在禪中的殘殘上 能夠見到自己本智濟族的親近民心的時候 這一點 首先就是破掉五厘史 就是我見人見這些的 一定都破 所以說你就不會有 這個生死的顛倒跟乙詞 這個就叫見到位 聽懂嗎 修行不管你是念佛看經打坐 如果沒有相應到這個 首先最基礎的見到位來講 你永遠是在好好壞壞進進退退裡面 因為你對於諸法的究竟實相 永遠是迷茫的 為什麼說他是迷茫 你好像懂又不懂 懂是因為你從經典 你從祖師的指導裡面看得好像懂 可是會歸到自己生命來關照 怎麼好像 要煞又沒半條 好像又摸索不著了 可是當你我就講說 看經言解以後 大概言解以後 念佛念到花開見佛 然後參禪悟到自己的心心的時候 從此你就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一定是沒有任何的顛倒 這一點我從前還沒有真實的體悟 但是現在在這裡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確實是如此 聽懂嗎 所以我們人人認為有我們的身心五運 有生死的顛倒害怕 可是對於真正身心常悟了念佛 也見到自己的佛性 絕對就不會有這個 我昨天打完這個我們的精進佛區 當我指導到大家的時候 突然不知道什麼原因 哇 前身冷汗冒 我就趕到我自己的房間 才一坐下來坐在椅子上 全部就吐 吐得我滿身都是 然後頭暈的沒辦法支持 可是就在這個狀況 我告訴大家 我的身心依然是安定的 面對這樣問題我只是處理它 洗個澡叫個弟子來幫忙怎麼樣怎樣 一點都沒有為這個生死感覺 然後我二十一二歲就得到老瘤 來這邊上課的時候 我後面還有一個瘤很大 常常一轉動就很不舒服 可是今天我這個瘤已經消了很多了 已經完全幾乎看不出來了 當然是我的弟子幫我按摩 可是我更相信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修行裡面的努力 一切業障慢慢消除以後 身心病痛 自然就會慢慢消除減出 尤其當你發現 為眾生 為佛法 就像我們密保長老說的 為著佛法注釋 為了這個教法的傳承 你有這樣的心願的話 只要有這樣的心願 永遠就可以達成 你像我們長老 金空長老 他就是為了讓念佛能夠傳承 你看 活得這麼高齡 真的啊 多好 所以說很多的大德也都是如此 所以說只要在修行上 你要有切實的功夫 不要只是很淺顯的 聽懂嗎 表面的 淺顯表面的東西 永遠都沒有用 那只是好看 那只是幫助你一下子 所以說家師你看 他這樣子的艷辛 這樣的作為 然後甚至於到他更晚連車都住在 家戶病房喔 可是山上只要有事 他一請假 兩個小時趕山山 然後辦完事 又來又回來 又在家戶病房裡面 他沒有為自己的病痛 而怎麼樣 而感到有任何的障礙 或任何的不安不舒服 他就是這麼安詳 該做他一切的 別人的體悟我不知道 但是在這裡 我自己親日跟大家講 所有的主師大德這些人的 真正身心無掛礙 不顛倒 這一點不是經典的一個 係數而已 它確實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 可以貫穿可以得到的 所以這一輩子你修行 你如果在經教在念佛在禪修上面 沒有達到這個功夫加把禁 聽了嗎 因為永遠都記住的 你不是欠缺 所以你不必害怕說我沒有我怎麼得到 不是喔是你本來就有了喔 只是你不知道怎麼去應用喔 你不知道怎麼去開發它 所以說本有的東西 只要你學會怎麼去開發 只用它 它就一切都ok 所以不管是念佛還是什麼 是花開見佛的那個佛 不是西方的歐彌陀佛 是見到你心性跟歐彌陀佛 本來就無話無別的 聽懂嗎 所以心開見到了 結果你心中的佛就跟西方的歐彌陀佛 是一樣的 不僅是西方的跟東方的彌陀佛 跟東方的這個藥師佛 還有將來下身的彌陀佛 也是一樣 都是沒有差別的 你念念的當下 跟他們無惡無別 你念念的當下 跟他們的精神艷麗都是相應在一起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好現在我們回歸來 怎麼念佛怎麼禪修 剛才經典上的用功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時時刻刻不要只是在經文上的 去什麼 去分析去理解而已 當然分析理解也都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它 帶入我們生命來觀照 聽懂嗎 帶來觀照 然後常常去思維它 去思維去檢點自己的身心 起心動念有沒有違背經典的教法 例如說仁元君告訴我們 執行是道場 就這麼一句這麼簡單 你不要把它記起來 當你發覺說 你現在看到一個人 或者某一個人 例如說像有 我打氣的時候就有弟子問 他說在工作的時候 有主管經常會用一些語言來責罵 或者是要求或者怎樣 但是他們根本都沒有錯 但是那些主管就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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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就講 你的邪佛 你看你就沒有真正用上佛法 我告訴你說 參禪要不理你的清淨心 清淨心是什麼 就是執心啦 聽懂嗎 就是不要掉落在分別計較 然後誰對誰錯是非 因為諸法的究竟實相 所謂的清淨就是本質空極 它只是一個延續的假象 你把這一假象當作石友 你就被他綁住了 例如你就認為有一個主管在罵我 有一個主管在對我怎樣 有一個我在受到這樣的傷害 那我明明沒有錯他為什麼要這樣傷害 是不是就是 都是在我象人象眾生象裡面困雜啦 所以你金剛經念的再多有沒有用 金剛經告訴我們要 無人象我象眾生象受者象對不對 結果你呢哪一個象都有 那你馬上一觀照 哦觀世音菩薩行聲波羅波羅蜜 照見五運皆空 五運就是我們的身心罵 本來空了哪裡有誰會罵我啊 你說你對西空出錢罵他混蛋揍他 西空會不會回答你會不會傷 會不會傷到他 那你就是一觀照說佛經就告訴我們 五運是空的 一切的諸言也只是一個如幻的假象 所以馬上這樣就叫做觀照 聽懂嗎 就叫做反文文字性 就自己的親近的本性 所以慢慢你就可以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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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境界這樣來 那他還問我說那這樣自己不會覺得很相厭嗎 還沒有是非好壞 還沒有是非好壞 然後也就變成一個 哪像摩摩摩摩摩啊 隨便人家怎樣 我說不會 那只是你的相 你的相 呈現出無相以後 你那個妙相才會真正有利 你可以觀照說原來我這樣沒有 可是眾生的那個假相他卻還是很有 你有說那個主管他還落在他的相他很生氣他很怎樣 你就應該同情他 你就應該慈悲他 你就應該幫助他 然後如果他罵的話 有道理你就改進 然後馬上跟主管講說 我一定會改進謝謝你的指導 如果你確實沒有做錯 你也應該怎麼樣 跟主管講說謝謝主管 我還是會聽我會努力 這個就變成不是習士寧人 而是智慧的一個應用 聽懂嗎 然後你更一進步一的去觀照 有些當你觀照了夜酒的時候 你就知道主管哪些的問題他是限立在哪裡 哪些問題他沒有更寬廣的看到 你就有時候方便的時候你就可以跟他講 聽懂嗎 不只是你的問題 可能這個主管也是對所有人都會同樣的 那你就可以一講一台聽 慢慢聽就進步了 或者同事之間也是 所以說你夜是用無我 用智慧的觀照 看起來你好像 沒有什麼發脾氣生氣或什麼 但是你身心裡面會湧現出一種 很強大的力量 我們講的浩然正氣的那種的 不可五不可欺 不可欺 人家就會慢慢的感佩你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在學佛的過程中 你誦經 聽懂嗎 誦經這樣誦一記才叫做轉經 不然的話你經誦個三千遍 也沒有用 譚經有講 法達誦了三千遍 可是當他頂禮六祖的時候頭不置地 馬上六祖就說 你到底身運什麼東西 為什麼見長老卻這麼的還有一種我慢啊 結果這法達誦 我送法達經三千遍 那結果六祖很不客氣 你縱然送了三千遍 能夠把裡面的所有的這些都跟相應的 你頂多跟我相起 聽懂嗎 頂多跟我差不多 可是呢 你念的只是背經轉 你沒有真正的轉經 所以你一記都不能夠相應 念的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諸位 念經不要貪多 聽懂嗎 把那一句 你覺得受用的 一直背誦記在心裡 然後去改變你自己的身心 例如像心經 觀世音菩薩 你不要只想那個白衣大士的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就是你自己聽懂嗎 你觀察到世間種種的一切聲音 代表你不是死人 你是活人 聽懂嗎 但是你要怎麼樣子 能夠不受這世間眾多的陰生的 這種傷害或者迷惑或者怎樣呢 就是要怎麼 形生菠蘿菠蘿蜜 要照見五印皆空 所以一切外在的會不會侵擾到你 因為你有智慧的觀照 因為你能夠把自己真實的五印 都知道它是本空 哪裡有東西可以傷害我 就像西空我們要傷害它也傷害不到 這個就叫做聖經聽懂嗎 這個聖經就是回歸到生命裡面來應用 所以這樣子就能夠度一切苦惡啊 結果你呢不行 當然苦重苦就一直起來了 所以一知道就安然了 所以說邪輔不要停頓在這個向上的執著 或者停頓在小孩子 有奶的就是媽 只想要有那些東西 當然過程一定也會有這樣啦 因為我當小沙咪的時候被我施工 這個管教的很嚴很嚴 嚴到我自己都好險要去自殺 然後他每天還有我拜三百拜 所以每天我三百拜拜觀音菩薩的時候 我拜的是痛哭流涕 但是又不敢出聲音 所以那時候就是求觀世音菩薩 幫助我把一些苦難災難 然後最好也給老上一點處罰 因為我報復不了嘛 觀音菩薩可以替我報復一下 你們沒有體會過老人家那個手段 哇 我告訴你 那真是可怕到極點 因為今天不是來訴苦 所以就不講這個 只是告訴你說 小時候我的拜佛是這樣拜的 是向外祈求佛菩薩 所以永遠欠缺向內智慧的觀照 永遠不知道說 我的這個五運神情只是個西甲 所以落在有這個向上 覺得我就被人傷害 我被人欺負 我太小了 我命運太悲慘了 我越想越多 越想越多就越苦了 是不是 可是當你知道說 原來這個身心你的認知是你的顛倒啊 因為你沒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你認為有真正的身心 你說如果有真正的身心 你說哪一段的時間是你真正的身心 十八歲你們最漂亮的就是你的真正身心嗎 如果是他應該到現在還是十八歲嘛 他就不會變老嘛 可見這個身心也怎樣 也不是真的啊 所以永遠如果這個身心是世 我想天下的父母就悲慘到死了 他生下的娃娃養了二十年還是養娃娃 因為永遠真就不改變嘛 聽懂嗎 是不是 就像你家買的樣子 二十年還是那麼漂亮 你看 可見這個身心也是在日常常變變變變 哪一樣是你的 可是我們就把這個變 不真實的東西當作真實啊 我們不知道說 他原來只是一個因緣的轉變 所以當我們有智慧照見他的時候 不會認為他是斷滅虛無喔 所以空不是斷滅虛無 聽懂嗎 他只是告訴你 沒有一個真實永遠不變的那個像存在 所以不要妄想 你有這個真實現在的這個生命 現前的這個生命也是在念念紛紛都是在轉變的 所以這個像只是一個如幻假像 本質他就叫做空極 空極不是斷滅 是指說有這些因緣的變化 這樣明白了沒有 所以當你一體悟這個 你會不會覺得說我命好苦啊 覺得說我的病好苦啊 因為你覺得有你的身心 所以你覺得你的病好苦 覺得你現在老年了 這個走起路來不行了 怎樣不行了 你就好悲慘了 沒有人照顧啊沒有人關懷啊 可是你一發覺哪一個時候 曾經有一個真實的你啊 你都一直想要去在像上抓一些東西 越抓你的內心越空極越掌握不住 聽懂嗎 連你自己的像你都掌握不住喔 你自己想想看有沒有 你的心的像你要掌握它不變不可能 所以那個結婚叫做百年好合 那只是一個祈求啦 那只是一個祈求啦 一個祈願啦 有哪一個人啊 說這個心都心都不變 我告訴你不要求求別人的心不變 連你自己的心都時時刻刻在變 如果你的心不變你是死人 你的心也是一直在變 只是在變的時候我們如果學習得很好 我們的心可以把它從忘心貪除得的心 種種計較不滿的心 我們可以怎麼樣把它進化提升 聽懂嗎 變成相應到真正本質清淨如如 那麼光明的那個心 所以那個心顯現出來 無時無刻無地 不是圓滿的不是清淨的不是光明 所以你欠缺什麼 你根本都不會覺得說 哎呀我好寂寞喔 都沒有人來愛我老了怎麼辦啊 那個儒家你看 言回激怒相 一丹石一瓢影 就被我們儒家被我們中國人看作聖人 我告訴你 真正我們的出家的修行人 在印度在中國 是不是都是水邊淋下孤獨一個人啊 他有沒有喊寂寞 有沒有喊一丹石 我告訴你他連一丹石都沒有 他有沒有破屋可以睡 沒有啊 他隨時還是那些猛獸的食糧 還是那些寒冬什麼這些 以風霜以露的打擊他都要接受 那他為什麼 就是一心求道 一心求道以後首先就認知到 原來本質的身心是旺的 所以就不會貪戀這個身心 然後道 本質即足道 騙在一切 所以慢慢的他就可以跟 宇宙天地 涵揚在一起 就變成無所求 就真正相應 所以你看 為什麼我們就講說這些出家人 能夠做到這樣 所以你們自己有時候可以去這樣的想想 向往一下 他也是人 我們也是人 為什麼他的生命可以顯現出這麼的安然 當然我講的是真正的這些有修行的 那麼其他的 那麼跟我們的眾生大多只是高高低低 我們就不要去做點評或者比較 我們只看好的 因為我們是佛弟子 佛的弟子不是哪個人的弟子 所以說希望你們在經典上是這樣用功 我們這樣明白讀經怎麼讀了吧 但是你說要不要認真讀也要 聽懂嗎 最好 那麼一部經可以成為自己生命都不改變了 貫徹到底 有很多人以金剛經 那這個不錯 因為金剛經講的 他不僅是大聖的究竟道理 讓我們了解真正諸法的實相是空極 然後空的當下又有眾多的慧 水叫做空慧血 聽懂嗎 波勒是空慧血 然後金剛經的空慧血裡面 又以菩薩的六度萬行為什麼 為要求 聽懂嗎 所以他就是既足了空慧 又既足了菩薩的 這個有情眾 對有情眾生的一種無盡的關懷 聽懂嗎 所以他真正是菩薩道裡面的 那個我們有一個院長 他一天到晚都要 最少一定要背一遍 送一遍 他現在幾乎金剛經透快要背送了 那我們知道那個很出名的那個跳舞的創辦人是誰啊 他也是佛弟子 他每天一定也要把金剛經念一遍 如果他今天很忙 晚上睡覺之前不管在哪裡 他金剛經有一本永遠帶著 飛機上也好 旅店也好 只要一空閒下來就一定是念完 念完他才有去睡 幾十年都沒有中斷 然後他跟我們講 他很多編的那個舞曲這些東西 能夠涵蓋著我們中國的東西 又能夠有一個空靈跟西方的不一樣 但是又有西方的一些藝術 他說大部分都是他從金剛經裡面體悟來的 所以說只要你把一本經讀入到心裡 讀入到你的生命裡 他就跟你豁然成為一體 聽懂嗎 那你就可以從裡面得到佛陀的智慧 佛陀種種的一切 你也就可以表達出來 自然而然就湧現出來 像舒適的他說要寫文章 蓬勃而出 然後什麼時候該停 他自然就停 就像水湧現出來到哪裡就到哪裡 那你如果把一部經相應到這種程度 那就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經 然後時間好像不是太多 然後自然又不是太多 也就是要出戰 讓你記住 從不去世界的每週次一 像 那些階第六個 哪些經驚 一天 你會進去哪些經驚 你會進去哪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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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馬上就要相應到 大師之言通這樣的是什麼方式來念佛 大師之言通怎麼告訴我們 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 首先我們跟世間情愛最深的 就是我們的父母 其實父母裡面在分就是跟母親 天下的母親生養我們出來 我們可以沒有老爸 但是呢 如果沒有老媽我們就認為很悲慘 所以古代有寧可做起吃母的兒子 沒有要做皇帝兒子 聽到嗎 真的喔 我自己從小四歲就是跟著我媽媽 這樣子辛苦拉拔這樣長大出來 所以我對我老爸 也沒什麼很深的印象 以前也常常會怪他 但是我媽跟我講 說他給你生命 他給你一切你不可以恨他 他不欠你什麼 後來我才不敢恨他 但是對媽媽的這種的感恩 慈悲 他的一切我自己呢 永遠都承受在心裡 然後我永遠記得 我每當我要出去講經啊或去弘法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你對於信眾不要有大小心 意思就不管人家好 不管人家壞 不管人家有錢 不管人家沒有錢 你都要平等的對待 然後真心的去對待 我想這一句話他是很有感受的 因為只有窮苦人家 成長的過程才知道 在社會在 沒有錢沒有事的人被人家 在以言在態度在各方面的那種的 欺凌的 一種內心的一種 情境 你說禁世廟會不會這樣 照樣也有啦 佛教也只不過是個 另外的一個團體 那如果沒有真正把佛法用上 也是免不了會有這些 但是我們不要去做比較 聽懂嗎 不是佛陀教我們錯 也不是我們有錯 你 人非己莫非 己非即是乖 記住六祖壇經裡面的這一句話 人非己莫非 意思是什麼 就人家有錯處非就是是非的非 別人有在是非裡面怎麼樣 你呢 聽了就好 不要跟著非 所以人非己 己就自己 不要非 不要跟著非 非就是是非的非 那你跟著非 那你就 非得不知道哪裡去了 然後 己非己是乖 這個乖 雖然是乖乖的乖 但是在古文解釋 就是錯的意思 就是你要是陷入到有是非裡面 你自己本身就錯 我們永遠都不要做一個錯的人 聽懂嗎 心性本來都是清靜的 圓滿的 所以對於是非 我們照常看得清楚 但是不要陷入在裡面 去分別 去計較 去口述 口氣 口裡去 說他 所以我們就講說 像密保老和尚 他就很了不起 他都是讚嘆的 一開始就 讚嘆佛法神 讚保 讚嘆一切大德 然後對我的讚嘆 我很 抱歉 真的 我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但是對他的起洗 我會努力 感恩他 那麼 總之就是說 經典上你要這樣努力 聽懂嗎 然後我們並不是相厭 也並不是無知 我們照常是有智慧的觀照 但是不落在 像的是非對錯的計較 但是一定時時刻刻要把正法 放在心裡 要跟隨善知識性 清淨善知識 像我們華藏講堂就是真的一個最好的地方 他的宗旨 他的形式 他的種種一切 都是如此 所以說清淨這個地方沒有錯 還有清淨我那個地方也不會錯 那麼 再來我們講到念佛 義佛念佛 怎麼義 不是去想西方極度世界 歐彌陀佛 你有四十八大願 你很慈悲 只要我念你 十念 念念不斷 你就一定會解救我 一定會幫助我 這是歐彌陀佛已經洗下的願 你不必去想他 他也會做 聽懂嗎 那你現在的義佛要怎麼義 義 義我們 就是欣欣念念好像義我們的慈母一樣 就是不要讓他離開 你很慈悲 縱然你在外面奔波很忙很累很辛苦 可是只要你一有時間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起你那個阿嬤 就是媽媽啦 慈悲的媽媽 所以我小時候在當小和尚的時候 每當坐在我自己的房間裡面 我就會 哭泣 為什麼 因為想念到母親 母親現在怎樣 然後孩兒在這裡怎樣 最先都會有如此 聽懂嗎 那這樣的心後來慢慢雖然少了 不會哭了 不是什麼 但是也是把那個 很重的 濃的 琴和象 慢慢化成什麼 化成不是那種琴 靈跟象 而是變成 去體會老人家的心智跟心願 他為什麼要送我來當小和尚 他希望我做些什麼 他要 我怎麼樣去成就 會從這裡更去發心 那這樣是不是就跟 義佛是不是就從 情感 從象 然後轉成到變成什麼 跟母親的那種 驗行是不是在一起 所以這樣的義 才叫做真實的義 才叫做真實的義 這個才叫做不管千里萬里 不管生死 以否是不是都可以 永遠切合在一起 你不必貪求說 他一定在你的身邊 因為 你已經跟他的真實生命 切合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義 是 相應到 你心就是我心 我心就是你心 然後我們要進一步從母親 來觀照說 原來 我念的佛 其實 就是我本有的清淨的妙性 經典本來就告訴我 佛心就是己心 所以義佛念佛 就要怎麼樣 不離現前當下 現前當下 種種的一切 都是 佛的一種慈悲清淨光明的一種顯現 所以 所以只要你常意 常相思 這種思不是在感情上的一種顯現而已 而是 心願心智的更能夠相近 你看 我們就首先就想 歐彌陀佛四十八大宴 在我自己 還很苦的時候 我是一直祈求 那為什麼對他這樣的祈求 可見 我們相信 歐彌陀佛有這樣的悲宴力 有這樣種種的作為 所以當我無助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 求他 可是當我自己修行以後我就知道 我應該要效法 我念的佛 就是要像 歐彌陀佛這樣的驗心 對不對 要讓天下無助的人 自古以來無助的人 只要他一感受到無助 他就會想到要我的幫助 這樣聽懂了沒有 也就是說你從他求 變成 像你自己生命的圓滿以後成為 你也可以成為別人所求的 是不是 我們就想 你生的兒子 或者像我們所教的協生徒弟 我們難道只是希望說我的徒弟很乖 成婚定型然後煮好吃的 然後什麼這樣照顧我 當然這個也要 可是在我內心裡 我最大最大的酬悠就像蜜蜜 長老講的 我們最怕的就是接伴無人 底下傳承的人 誰能夠把這樣的法 傳下去 才不會辜負 原來的佛菩薩 祖師大德的教導啊 如果後繼無人怎麼辦 後繼無人又不是要他捧香煙 對不對 捧香爐 不是啊 要能真正發揮啊 所以蜜蜜蜜老爺上說 老法師啊 請你一定要把你的會的東西要交下來 我說一定會 我一定會在你的祈禧鼓勵下努力 所以我說 今後只要我們基金會 需要我 無論是戴禪戚 戴佛戚 只要你們 有時間 可以舉辦 我也時間有 然後身體體力也可以 我任老任業 但是唯一一個條件就是 你們不要怕打怕罵 因為我的佛妻跟殘妻 都會罵 也都會打 只要你一懈怠 因為你一懈怠不只是 影響別人 也對不起你自己 聽了嗎 你既然已經 發心要來 參加我的修行 你就首先不要辜負 你自己 辜負你自己 你對不起自己 也對不起佛菩薩 也對不起所有其他的人 所以一定要鞭策 盡心盡力最努力 至於成績好壞 我是不管的 聽了嗎 你說有這個好的表現 有不好的表現 沒關係他只是一時 一時的這個相的變化 本質上人人都平等 都是這麼嚴好 都是這麼親近 只是你 哪時候你的花開了 哪時候他的花開了 不一樣罷了 所以說 意佛念佛 這個意知道嗎 然後 意 底下唸 唸不是嘴巴唸 唸是經唸 此時此刻的心 就像我們行身 剝落剝落的命 聽了嗎 時時刻刻以念佛的心 這個念 是思念 不只是意念 思念是什麼意思 就思 佛菩薩的 聖德妙德 慈悲艳麗 現在這個思是這個意思 聽了嗎 你要去思 但是這個阿彌陀佛 他究竟做了哪些偉大的事情 所以說你對於 《阿彌陀經》 對於這個 大本或者小本的這些經 是不是也要了解《阿彌陀經》 在什麼時候發心 他怎麼做 然後怎麼努力 然後怎麼發言 怎麼度眾生 聽懂嗎 要了解 然後了解以後 我們可以 怎麼樣 叫做效法 我們要看人好的地方 我們要想想 他可以做到 那我也該要 怎麼去做才能夠做到 至少 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圓滿 但是或多或少 我一定要去相應 所以說你能夠這樣念 你才不會辜負自己 真的在修這個法門 你只要有一時一刻 望到這個佛 從你的心中走出去的 你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你要常常想在心裡 意念思念著他 然後不離開他 不僅在你現在形式的當下 會感覺說 會感覺說 歐彌陀佛 持光就在照射你 幫助你 讓你離苦得樂 讓你一切災難 什麼這些都不會親近你 更重要的 在你自己懈怠的時候 在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歐彌陀佛 時時刻刻會 用他的持光 用他的厭力 讓我們從這個 比較悲慘的這個情境裡面走出來 所以我以前 求佛菩薩的時候 我不是求他讓我 免離的這些苦難 我是求佛菩薩 讓我陷入在這種情境的時候 給我信心 給我勇氣 給我讓我自己可以靠我自己的腳 站立起來 自己走出這樣子的一個困境 因為 靠人不如靠己 我也有靠自己 你才能夠升任一切 才能夠成就一切 才可以度一切的苦惡 靠別人沒有用 我們常常都說我們是佛弟子 有用嗎 佛當然是最慈悲的 永遠都希望我們離苦得樂 可是你的業還是靠你自己的消 我有這麼 出名的 這麼了不起的 師父和師公 我親近的大德 是 佛光山的開山中長 是我們靖宗的長老 都是偉大的 可是有用嗎 有用 可是如果靠他們 自己不努力有用嗎 沒有用 聽懂嗎 有這個善知識的指導接引 有他的模範可以看 有他的教理我們可以聽去跟隨 我們就知道我們所行的不會錯 聽懂嗎 不要走錯路 很重要 不要接受過錯誤的思想很重要 在經典都跟我們這樣講 能源經也是這樣講 所以如果錯的叫做邪觀不叫正觀 所以說有這些善知識 但是如果自己不努力就不行 所以就 一佛念佛 現前當下就不要離佛 聽懂嗎 你就永遠不離佛 你就感受到 時時刻刻 你都是在佛的持光中 佛的艷麗中 佛的這個精神中 所以你哪欠缺什麼嘛 所有的苦 佛也會替我們擔嘛 所有的苦 佛也知道嘛 那你哭一哭就好了嘛 聽懂嗎 自己就擦乾了眼淚 就繼續再往前走嘛 所以我以前都是這樣 哭會哭 在我修行過程中常常哭 尤其是對著佛輔差哭 但是都是偷偷的哭 因為怕見笑 哭過了 就有勇氣 哭過了就有信心 走 往前走 佛可以達到 祖師們可以達到 我也一定可以達到 這句話常常鼓勵自己 聽懂嗎 不要看心自己 所以 義佛念佛 就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的本身 就是跟佛無而無別 當我的生命裡面能夠 會歸設念到這樣的境界 佛跟我就不再是二的 聽懂嗎 所以這個才叫真正的念佛人 所以現前當下才能夠真正不離佛 然後念佛要念到 最後叫做義望一如 這個又是更深的功夫了 什麼叫義望一如 不要常常 在你的嘴巴中 在你的心裡 我是念佛人 我念佛有什麼功德 我將來要怎樣怎樣怎樣 常常把一個象掛在自己的心裡 掛在自己的外表 那你就很難讓那些 不是跟你一樣的人很難親近你 然後 再來你把這個象掛得這麼大 你就自己就有障礙了 聽懂嗎 因為有象就有東西阻礙了 越大是不是這個空間 你看這麼大 可是我比這個空間更大我能不能進來 我就不行了 聽懂嗎 誰要真正達到無象 可是那個無象必須不是沒有 無象是把念佛的這個 妙用 化成生命的精神力量 他變成已經沒有那個感受了 時時刻刻你其實不理念佛 佛號照樣不斷 可是更重要是那個精神生命 厭力 時時刻刻 讓你智慧的觀照 是持眼注眾生 讓你智慧的觀照知道 諸法當下空極也滿清淨的 然後你常常隨時 學著 這個 阿彌陀佛雙手怎麼樣 放下 皆與一切眾生 然後要撫平天下 所有心 受傷害的人 撫著天下 眾生心都一樣平 為什麼能夠一樣平 沒有是非對錯傷害 都是那麼圓滿清淨光明 然後如果觀音耳根言通 那就一定要做到 入流往守 這很重要 什麼叫做入流往守 就首先做到人空 你要見到諸法的實相 一定要見到 空 的這個殊勝意 所以念佛剛才見到清淨的心也是空 聽懂嗎 因為空才是我們的清淨心 所以佛心就是己心 就見到 諸法的本質空極 當下就叫 妙性佛性清淨心 只不過不同的名字在表達而已 好 所以說觀音法門的 是要入流往守 什麼叫入流往守 就是所有的聲音 不管是念佛聲或什麼聲 深深入耳的時候當然你關心 你並不是無知 你並不是 逃避 但是在這個當下 你就是能夠用我們所謂的 諸法本質空極 不要落在差別項 是非項 對立項 好壞項 種種一切 人我項這裡 這只要有一項出起 一個項出起 馬上諸項就升起 竹八戒的項就起來了 所以呢 要念念 要怎麼樣 當你 聽到這聲音的時候 馬上關照 它只是個陰言的合合 聽懂嗎 沒有真正的實意的聲音存在 有沒有真正的聲音存在 你看那個聲音存在 是 那個在時間空間上面 你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認為是這樣 其實每個 都是由他自己獨立 而且每個法都不互相 互相對的 所以我們講到法不相對的 就是各自都是獨立的 但是你把這些獨立的法 你融合起來你就變成有意義 例如說我罵你說 你是王八蛋 你把他合起來變成就是認為我在罵你是王八蛋對不對 可是你想 他原來的聲音是什麼 你 你 你我講你 我 你會不會生氣 不會啊 是 也不會啊 王 阿拉斯王多好 八 喔 這個八道 這個 所謂的 這個我們講說 這個八度 或者八什麼 那蛋 每天也吃蛋也很好吃 所以每個字你都不會生起任何的 比較有這個好壞是非的對立 可是當你把這個所有的聲音合在一起 它是不是就變成有好壞是非對錯 然後這種對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去 把它組合起來 你自己去分別它的 聽懂嗎 所以當你知道說法法當下都是獨立的 都是只是一個因言假象 聽過 就算了 聽懂嗎 沒有一個實際的這個象存在 也沒有實際的我 可以去分別 聽懂嗎 因為你要去射受它 聽它 所以有一個我 你有這個象 所以人像我像一對立的時候才有這些種種的一切出來 所以當我們耳根延通 為什麼叫延通 就所有的聲音都是延滿的 都是通達的 都是平等的 都是殊勝的 為什麼能夠這樣 因為一切的聲音的當下 都是怎麼樣 空極的 雖空極又有當下 它各自的因言 每一個的因言當下都是最延滿 聽懂嗎 最平等 是不是 每一個因言是不是都要記住它的因言才會呈現出來 例如說現在的你長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你的因言 不可以切少一個呈現出來 所以從這樣的因言的 充足跟必備 是不是最延滿 所以它呈現出來能不能給人家 第二個再來複製 再來怎麼樣 所以在當下 它就最延滿 聽懂嗎 從因言的 充足跟必備跟顯現來講 它都是最延滿 所以這個象像是不是就平等 像像是不是都最唯一最殊勝 這樣明白了沒有 因為從它的因言的合和就是如此 沒有一個 不是這樣 就是大份也是要記住它的因言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叫做入流亡所 你要亡掉什麼 那個所 所就是能跟所 能就是能夠盤延分別的我 所就是所對的近 所以剛才我講 你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你馬上知道這個聲音 只是一時的因言假象 然後 知道它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它傷害不了你 聽懂嗎 然後再又反觀 能夠分別的我 也不究竟存在啊 聽懂嗎 哪一個是究竟的我呢 也沒有啊 只不過我現在認為說 有一個我受到傷害的 你看 我們講說 我記得我去美國 那個海關第一次問我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把問那個 你沒有做 你不是什麼什麼嗎 我們一定講說 是我不是什麼 對不對 可是英文不可以這樣回答 他說 Are you not a murderer 你不是個兇手吧 那你不可以說 Yes I am not a murderer 你必須先回答 No 聽懂嗎 但是我們的習慣是不是說 是的 我不是兇手 可是只要你前面說 Yes 後面的 他跟美國聽 就把你哭起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 以言的表達 以言的表達 在我們認知的時候 我們覺得 我是很對啊 可是在他們就不對啊 所以說以言有沒有真實的 還有你想 這個我們講說 中國人 我們講 頂多合掌 或者說 現在西方的就是 握手 對不對 可是我們講 歐洲更有的人 親臉啊 是什麼啊 你就覺得 哇這個怎麼可以啊 但是你看 在那個情境 在那個歐洲 在那個地方 他的國度 他就認為這個是最對的 然後如果你點頭 你認為是 可是有的國家 點頭恰恰是錯 搖頭恰恰是對的 那你怎麼辦 那你怎麼辦 像 像本來就是無像 無像就是有這些 眾言合合當下 所呈現出來的千變萬化 所以說入流往所 當你能夠除掉我們心中還有對境界的這個向的執著的時候 你久而久之就不會受這些聲音的影響 你就能夠做到人空 聽懂嗎 空 人空掉就是人沒有這些在向上的執著跟分別 能夠這樣子 你就從此以後不會再顛倒 也不會有再生死的苦惱 你就真的是度一切苦惡了 聽懂嗎 所以這個也是念佛法門 一定要到達這樣子 所以說最先是要知道 人人本敬 心之日佛 佛之心 這個叫隨盛言結 然後修行 用隨盛 意佛念佛的大四字 用言通都可以 隨盛的當下不可以離開清淨心 隨盛的時候的 雖然看起來有次第 但是其實是圓滿的 不要有次第 要法法都跟諸法的實相 真心相應 然後在 次第的方面 叫做 隨盛的文師修 聽懂嗎 隨這個因言的去如何 去聞 去熏 去修 然後最後相應 所以說每個過程都不要落在 實有其相可得 實有其心可修 實有其法 或者其理可正德 這樣子才叫做真正大聖的用功 很多人的念佛就是 念偏的就是沒有在這裡 他一直著在向上的用功 著在向上的德 跟詩上面的 所以說永遠 叫做以生滅心 就是 來求不生滅的這個果地 是永遠不可能相應 好 禪宗的東西 等你們去我那邊聽 或者我來這邊再教的時候 留下個七八分鐘給你們問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要問 沒有啊 好 老菩薩 我希望會員 所演講的 能夠 記載下來 給 有緣人在一起 比如說像 在 很抱歉了 我78歲了 那就是說感覺到就是說 對於生死方面 很想 很有 很想了解 今天聽了老師所講的 知道就是說 這個 清淨心 那我自己也要 念佛念到清淨 這是最主要的 但是我 盼望老師能夠說 把今天 這個除了記載以外 能夠再請老師再修改一下 曾宋哥有緣人 謝謝 沒問題 而且我這方面的開示在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有 一個佛區的整理出來了 那麼叫禪生是在傳給你們 看看他有更進一步的解說 然後 殘期的也有 已經改到第二次 慢慢再給你們 你們有新的 隨時都可以看 我們就寄來 基金會 那麼他們弄好了可能會出書 那以後你們也可以出書 好還有沒有 喔 好我們長老有 弟子請問長老一個問題 大火鼎手震眼睛 告訴我們 要以不生不昧為本修音 他能夠契入無上菩提 但是弟子 目前 每天 每個時刻 都在生命心當中 此刻我如果 在生命心當中 氣怒不生不昧 好 雖然現在我們還是以生命心 但是時刻 我剛才要跟您講 要意念 聽懂嗎 要意說我本質親近 這個意是本質親近 原來的親近 然後要吃既然是親近這些的生命 雖然有但不真實存在 就隨他去 然後慢慢的就會更相應到真實的親近心 聽懂嗎 也是要時間的隨時 文師修這樣子 所以不必害怕現在怎樣 聽懂嗎 只要正確地 隨順言結 隨順親近心 然後 自己在修的上面落實 就是 如幻的文師修 就是不離 這個親近心 然後做 剝弱的官惠 然後再起 這個什麼 慈悲的 度眾生 這樣子這個就對了 好 所以不在乎現在怎樣 地質密保 再請問長老一個問題 剛才長老提到 諸法真實 本來存在 那麼他本來存在 為何地質 目前沒辦法明白他呢 那從此刻開始 那地質如果來明白這份 諸法本質的真實呢 經典有跟我們講 就是無史以來的 這個流落在六道裡面的 這樣子 生起眾多的無名煩惱 所以 華元經有講 只因為眾生的什麼 分別 眾生的這種 計較眾生的 怎麼一切 所以知道他是換的 我們就當下丟掉了 可是丟掉又丟不掉 那就要功夫來用功 功夫用功又不能個盲修下練 就要用隨順言結 這樣明白嗎 所以第一點 你看我念佛跟大家說 要知道事心是佛 事心做佛 這個叫隨順言結 然後再來的用功 不管你用觀音 不管用大事智 然後這只是 手段方法 手段方法也不可以離開 剝弱的關會 這個也是很重要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 修下來 然後再發起慈悲心 然後再發起慈悲心 所以我希望 以後我們這邊如果有佛區 有禪區 我都會往這方面來帶 就是依大聖的教理 依這個真正的 言結妙心 然後以這個 華元的這法界的真心來 涵蓋所有禪跟禁的指導 好 還有沒有其他 沒有的話我們一起來 造個團體這樣好不好 好後面有一位再問一下 好快點 師傅我要請教一下 我練經練那麼久 我不知道經理練的 什麼意思 這個我告訴你 只有靠自己 你說你不知道 你就知道不知道 你就要認真去知道 那這樣我知道 謝謝 好我們一起來前面 造個團體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密保 好